台北市的机动快筛队在出发 7号到万华某社区快筛 检验67人PCR阳性2人 近两日恢复华南市场快筛 利用疫情科技仪标办锁定热区 及早发现确诊个案 第三个我们就根据 特别是科技防疫 我们所找出来的地形 以及人数上甚至家户密集的 这三个标准 我们去寻找固定的点 然后派出机动防疫队 逐渐在推动这样的一个业务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 热区似乎有在减温的现象 所以也相对的我们发现在冷区 其实有所谓的热点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热点 也逐步的已经派出了 所谓的机动快筛队 根据刚才三个 这个精准而简易的标准 来做定点的打击 北市府将疫情分成热区冷区 防疫战略是热区维度 冷区歼灭 不过若要机动快筛队的出动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强调 首先需要100人以上 另外还需先造测好 这样才会快 但也有一些企业都会打电话来说 他们公司有人确诊 然后里面有五六十个人 希望我们出动机动快筛队 我只要在台北市区的 其实都可以由公司通报我们 我们请防疫的巴士 可以把它载到快筛站来 因为我们的机动快筛队 出到你的地方 第一个我们要先准备好你的名册 也就是说像文化大学 它就是把它名册造好 然后我们要把所有的条码标签 全部都做好 再到现场直接快筛直接装在实验盒子里面 我们就要送到实验室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在快筛队的时候 都是在现场 然后随时随机让大家进来 那快筛站本身那边有电脑相关的设备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事先造册的话 我们都希望他能到快筛站去 那如果他是比较大规模或数量多的话 通报我们我们会请防疫巴士 去把人带到我们的快筛站 所以不是每一个有相关的 需要快筛的数量的人 就可以调动所谓的快筛队去 快筛队这几天会在华南市场快筛 黄珊珊说 万华因为现在是重要热区 还有第一余果及农产公司 是民生供给必须的拍卖场 不能停止民生物资拍卖 所以会先到这两个地点快筛 记者温俊台北报道